hello大家好 我是财经雪伦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好不容易万中选一选中那一档 你想要存的ETF或者是个股 你打算长期持有它 长期存着它 只要领到息你就觉得很开心了 有一天你要存的这档标的 它的报酬率达到30%以上 差不多是你一个月赚的薪水了 这时候你的存股系列 还是跟当初一样的坚定不移吗 还是说你会有那种很想要卖 但是你又死不得卖 因为你很怕卖了之后 股票就一直涨 然后你就买不回来的那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如果有的话 薛润完全懂你的明白 所以今天的这支影片 就会分享我的投资实战经验 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一个好方法 让你有拿到钱的真实感 然后同时你也不用担心 未来的股价会涨跌的一个好方法 复利投资要趁早晚年生活才能好 喜欢薛润的影片的话 帮薛润按订阅 要记得按开启全部通知 进入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个小测验 看看你是真存股还是赚价差 答案会放在影片留言的地方 虽然欢迎投资朋友 连人跟我分享你的答案是什么 第一个买完股票之后就放着 大约每月或是每季看一次 第二个对于股价涨跌没什么感觉 看到股息入账就会很开心 三个看到账上持有成本越低 就越有满足感成就感 但你不会想要卖点 第四个对于新闻的好消息 没什么感觉 但看到坏消息反而会觉得很开心 会想要进场加码 欢迎你将你的答案 放在留言的地方 跟薛润一起分享 去年2022年10月的时候 台股大幅修正 薛润就跟妈妈说 你可以投资00878 妈妈就不懂 她就问我说 它写什么那是什么 我就问很白话的方式 告诉她什么是ETF 什么是00878 我妈妈还是听不懂 我就手写00878 国泰永续高股息ETF 我还用LINE呢 传语音档 传给我妈妈 还打在LINE上面 传给我妈妈 跟她说 你这样跟营业员讲就好了 印象中我跟她讲的时候呢 大概是 台股12,800点左右 那当时00878大概是15块多 后来我问了几次妈妈 你买了没有 她都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的内心呢 真的是大翻白眼 想说 那就算了 结果有一天妈妈就跟我说 她跟营业员下单 她买了10张00878 买在16.41 那在今年6月份呢 有几家电脑代工厂 像是伪创啦 光宝科啦 光达 都因为AI的议题 股价在短期内呢 飙涨到两倍以上 那薛仁觉得AI是趋势 可是因为我不懂这个产业 我没有办法去预判说 她现在的股价 反映未来是合理 还是涨幅过高 那我从基本面来看呢 我会觉得股价涨太多了 到了7月中的时候呢 薛仁觉得AI概念股的股价 真的涨太高 我自己会觉得 这有点像是复科当年航海王的味道 我很想花时间呢 在看线图 看数据 还有看产业资料 但我知道呢 股价要基本面当作支撑 你股价如果脱离基本面太多的话呢 最终还是会回到基本面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不要一时被市场上面一个 氛围影响 或是被一些酸言酸言影响 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判断 我们要做一位冷眼盘观的人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特别要保持头脑跟心情上的冷静 那我就查了一下00878的前十大成分股 有好几档都是AI概念股 是刚刚提到的 微创啦 广达啦 广宝科等 那这几档个股呢 它飙涨 00878自然就会受毁啦 那我妈妈她买不到一年 你股价从16.41 哦 这今年很快 短时间里面就长到21块多啊 我认同00878 但我觉得它持有成分股 真的股价太高了 我当时会建议妈妈买00878 是因为她的年纪比较大 那878是高股息ETF嘛 洗收息ETF的特性呢 它就是股价波动不会太大 就有点像牛皮股的那种感觉 我希望我妈妈收息就好 她收到息就很开心 但现在00878股价涨太多了 这跟我们当时投资的那种原意 有一点不太一样 了解我妈妈的个性 它是那种赚钱的股票呢 它抱不住 它只有套牢的股票呢 才会抱得住 会变存股 所以就经过我妈妈说 你可以先卖掉00878等 之后呢 股价回荡的时候 那你再找机会再买回来 所以我妈妈当时就大概有 5万块左右的一个获利 如果你是像学妈妈之种 就是抱不住赚钱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先判断 你投资这档ETF或是个股 那它现在涨呢 是因为基本面好而上涨吗 如果是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继续报 那如果它是因为短期资金上涨 那股价最后呢 还是会回到它的基本面 我再说一次 其实我不懂AI概念股 AI相关个股我不太懂 但我比较务实 在AI概念股 它相关的一个实际营收数字 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采用是比较保守的方式 我就跟妈妈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先卖出 那之后我们再找合适加 会再买回00878就好了 提醒一下采用这种方法 千万记得 卖了它就忘了它 不要三不五十 就想要回去再看一下 像学人妈妈卖出之后呢 她还是很常看 每次看呢 00878股价就上涨一点 曾经一度快到23块 那妈妈心里就会 哦啊 我就开导她说 反正她本来也不晓得 ETF是什么 不晓得00878是什么 她就当做是多赚这5万块 心里就会开心一点 如果你是像我们影片开头说的 就是你要有钱入口袋 可是你又很怕 像学人的妈妈一样 就是股票卖了之后呢 股价一直涨一直涨 你就会觉得心里很欧 或者是股票下跌 你不敢 经常买的人哦 你可以参考一下 学人的实际投资经验 我最早呢是投资基金 当时是定期订额投资基金 刚开始这个阶段 我把它叫做 定期订额不停扣的一个阶段 因为我那时候从报章杂志上看到 就是说不管怎样 不管随意呢 就是不要停扣 所以我就一直扣扣扣 所以中间就会经历过那种赚10% 20% 然后又倒赔10% 20% 然后或者是没什么赚 因为对投资呢就懵懵懂懂嘛 所以不晓得什么时候要赎回 我后来是看到对章单上面的数字 有报酬20多% 然后账上大概存有30多万 我满意这个数字觉得 蛮不错了 我就把它全部赎回来了 那经过定期订额不停扣之后呢 我就进阶到 定期订额停地不停顺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我设定 停地的一个%数 但是我不停扣 甚至说30%的一个报酬率 是我一个满足点好了 当报酬率呢达到30%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个获利输回来 但是我还是继续定期订额扣款哦 这样的好处呢 是我没有拿到现金 会取得开心 而且不停扣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晓得未来的股价呢 会涨会跌 因为没办法判断嘛 所以定期订额扣款呢 他就不会让我们去错过 未来的股票的行情了 我觉得我最近赎惠的一档基金 当作例子跟大家分享吧 投资朋友可能会问说 哎 薛瑞你在脸书啊 还在影片上面都是 分享大家怎么样去投资ETF 你怎能会买基金 其实呢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 投资统一大满关基金 会投资的原因是因为 预赛银行呢 他要求要成为他们家的VIP客户 就是要跟他们交易一笔 投资型保单啊或是基金 那我衡量之后呢 我就选择每个月定期定格扣款 5000块 然后去买同一大满关基金 那最近呢 预赛银行跟我说 我不受限这一条条文的规定了 所以我就把基金呢全部输回咯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好了 我实际投资基金跟ETF的经验 我觉得ETF会好用很多 我会拍一集呢 去跟大家分享说 我实际投资 ETF跟基金的实战经验 如果投资朋友兴趣的话 可以按我们影片按订阅 然后开启全部通知 你就不会错过了 投资这档基金 含手续费的金额大概是15000 投资的限值呢 是大约19万8 获利呢 大约是42,800 报酬率27.55% 那如果我们采用获利卖出后呢 再继续定期定额扣款 结果把获利42,800 除以同一大满关基金 它的净值 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 基金呢 一天只有一个净值 你在卖出的时候 其实你不会知道 你会卖出多少价格 所以我们就用对张单上面的 参考赎回价 69.51元 然后我们去换算出来 大概可以赎回619个单位数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 然后就做赎回 大概是拿回42,800 记得哦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依然要定期定额扣款 你看我们可以拿到钱 然后也不会影响到 我们原来投资习惯 是不是挺好的 那如果说 你是比较积极型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选择就是在股价呢 往下跌到60块以下的时候 你再把之前拿到的获利 再分批进场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投资其他 还不错的ETF 但是他们的股价呢 相对在低档 你可以把之前的获利呢 转投资在这种 股价相对就是比较落后的ETF上面 这样的话 你的日后的报酬就会更好哦 那关于停利不停扣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再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每达到获利满足点呢 我们就把获利呢 输回 第二个是呢 我们在第一次达到获利满足点之后呢 我们就暂时不再卖出了 那虽然就用妈妈前不久持有的 00878为利好了 00878现在是百万人气ETF嘛 用它当例子大家比较有感觉 假设雪人的妈妈呢 他定期订的投资00878 那他买了10帐 也就是1万股 那平均成本呢是16.5块 我们设定满足的报酬率呢 抓30% 当账面报酬率呢 达到38的时候呢 他就会卖出 但还是维持每个月6000块的 定期订的扣款 假设雪人的妈妈很幸运 在投资00878的这段时间呢 遇到是一个大多头的行情 股价呢 就一直涨一直涨 那每次扣款的时候呢 都很幸运 报酬率都达到30% 第一次达到报酬率30%的时候 股价是21.45块 那妈妈赚了49500 那算下来呢 大约是 可以要卖出2308股 所以他就卖出这个股数 然后拿到109500的一个获利 假设当天是定期定要扣款的日子 那6000块呢 就可以买进279股 到了下一次扣款的时候呢 获利再度达到30% 那我们就再度执行获利卖出 然后继续定期定要扣款 虽然呢 每个月仍然有在买进股数 但是没有卖出来的多 我们就这样执行到第8次的时候呢 手上持有的股数 只剩下2205股了 持有的市值呢 大约是5万4 那未实现的获利呢 大约是12000市 以实现的获利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实际卖出去拿到的现金呢 大约是22万 第二个例子的情境呢 跟第一个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当第一次账上报酬率达到30%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卖出 但是还是依然继续定期定额 当00878第一次报酬率达到30%的时候 一样赚49500 然后卖出2308股 每次定期定要投资的股价呢 跟买进的股数 跟第一个例子一样 执行到第8次的时候 我们持有的股数呢 是9806股 持有的市值大约是24万 未实现获利大约是67万 比实现的获利呢 是49500 投资朋友看完这两个例子 可能会觉得说 诶 第一个例子 每达到获利30%的时候 就卖出比较好 因为你会拿到20万的现金实际入贷嘛 可是我们再进一步想 虚然提供三个面向 给投资朋友参考 第一点呢 是第一个例子呢 他每达到获利30%就卖出 有没有发现他哦 他买进的股数呢 没有卖出来的多 所以我们持有的股数呢 会越来越少 那能够卖的股数自然越来越少 如果股价持续上涨 或者是说这档标例 他是个股 他有配息或配股的话 其实你持有的效果 就不会有比 第二个例子来的好哦 第二点呢 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 每次达到30%就卖出的时候呢 他持有成本会比 第二个例子来的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表格上的报酬率哦 第二个例子呢 他报酬率呢 是有见证的哦 第三点呢 第一个例子 每达到30% 获利就有卖出的话 他持有市值 加上以实现获利呢 大约是27万5 那第二个例子呢 获利一次卖出之后 就暂时不再卖 持有的市值大约是29万 所以总市值来看的话 第二个例子呢 是比较高的哦 影片举的两个例子呢 设定的都是在一个多头的环境 真实的情况呢 不会这么美好 股价会有高有低 如果我们采用的呢 是报酬率达到我们的满足点 卖一次之后呢 就暂时不再卖出 还是继续维持原有的定期定的投资 当股价下跌的时候 我们可以买到更多的股数 当股价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整体市值也会增加哦 我们看到账上呢 有获利 你就会很担心说 会不会只是值上富贵啊 你就会想要卖 然后先把获利拿到手之后再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你也会很怕 卖出之后 股价一直涨一直涨 你会觉得少赚 然后或者是说 买不会原先的价格 你会觉得很欧 或是股价跌太多 你会不敢进场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虚仁是过来了 完全懂你的心情啊 所以虚仁在投资上面呢 采用的就是 平利不停扣的方式 比较像我们影片提到的 列额例子哦 那如果说投资这张标的 他是蛮不错的一个标的的话 我反而会在他大跌的时候呢 会在另外再加码投资 这样的好处呢 是我们可以将获利 先拿到手 但是我们一样继续 定期定额的扣款 也不会错过 最后上涨的行情 用这样的方式投资 我们要想的只有一个 就是说 你投资的资党标的呢 他未来的走势怎么样 还有就是 他现在是不是 跟我们原先设定的 一个投资的规划 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维持原有的 定期定额扣款的方式 然后让系统去扣 我们过我们原有的生活 不会去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习惯 不会有做任何改变 只有在下市获利达到 你满意的数值的时候 你再把获利输回来就好了 就很好奇 你都怎么样处理 你的账上获利呢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来咯 血缘的口头餐来咯 投资获利简单三个步骤 选对标的 定期定额 然后action 就完成了 副理头资料成长 网练生活才能好 喜欢学人的影片的话 帮你订阅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下面小铃铛 要这样就不开启 才会看到我影片哦 拜拜